昨晚上從新西蘭一位退友,緊急要和我聯繫 聯繫什麼呢?就是他知道了陳峰還有王健 特別是王健在新西蘭有房子,在新西蘭有車輛 在新西蘭還有什麼什麼情人 然後王健幹什麼幹什麼給我講 但是最後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個他認識的王健比我想像的還壞 他說他不是民營企業家,他也不是國營企業家 他也不是商人,說這個人就是一個超級騙子 說這個滿口謊言吹牛動不動就說是海南李嘉誠 然後老跟著吹牛說中國的常委裡邊 他想弄掉誰就弄掉誰 然後呢,如何如何 然後就給我報這個王健的料,陳峰的料 我給他說呀 注意安全 結果人家說的就是什麼 這個人是一個愛滋病的攜帶者 他已經不需要安全了 他想跟這,想跟這人同歸一進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而且給他染上愛滋病的就是海航的原來高層 所以說你看這人有多壞啊 明知自己有愛滋病還給人家害別人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呀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呀 這個因此呢,我突然想到了 剛才有推友說我這胸肢漂亮啊 核心的權力的看守人 叫陳炳德 陳炳德呀 陳炳德當時是一個中華人民共解放軍總參謀長 這個在2007年的時候 啊,我們在一起喝過酒 這個喝的 海航是中國最忠於國家的公司之一 該集團是陷害中國政府陰謀的受害者 2月3日 就最近海航受到國內外輿論夾擊的事件 海航董事長王健講話說 海航的這個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 是國內外反動勢力 對中國崛起的瘋狂反撲 是對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一次重大陰謀 所以,你們要從政治高度看待這件事情 迎接這場戰鬥 從去年開始 不僅僅是去年 這些反動勢力亡我之心不死 他還說 中國現在訂購的飛機裡 海航佔了將近四分之一 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轉變 我們正在實現總書記的偉大夢想 根據彭博社報道 海航的債務成本已經上漲了數百億美元 且2018年第一季度 面臨潛在的流動資金短缺至少150億人民幣 目前集團目標是出售1000億元人民幣的資產 面對這些數據 王健說 國家的整體戰略已被媒體不公平的報道破壞 對海航面臨越來越大的債務挑戰 和資產負債率連續8年下滑的問題 王健表示不能完全同意媒體的說法 認為媒體不僅把海航放在鮮微鏡下審視 簡直是放在納米鏡下審視 以上是柳晨為您播報的新聞時事報 感謝收看 尊敬的戰友們好 這個今天是2月7號文貴的報平安直播 這個剛剛我發了一個郭文 就是說看到了海航的王健先生 總裁在年終大會上的講話 我真的是看了以後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覺得真的是 這些盜國賊們竟然敢如此的殺彌天大謊 而且你看王健的講話 他幾乎就是比李克強總理的講話口氣還大 好像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黨 在世界上的擴張要完全靠到海航和王健 陳峰和這個王健 你看看他講的講話 我們中國人好了也不行 慢了也不行 快了也不行 你有什麼資格代表中國說這話呀 14億人民 然後說西方人 西方的反對者 西方的反對者 就一開始就把西方定義為敵人 然後說他們在西方的擴張 那是人民的利益 那個捐款呢更誇張的說 我們捐款不捐款行嗎 不捐款在西方能得到西方認可嗎 能達到我們擴張和侵略的目的嗎 就這麼肆無忌憚的 就讓中國人成為了西方世界 絕大多數國家的敵人 誰給他的權利 誰給他的使命 誰讓他這麼做的 符合14億人民的利益嗎 你全西方作鬥 為敵 更誇張的事情 你看到他嗎 錢 我們錢哪有問題了 我們60%的 這個這個這個負債率 算什麼呀 瞪眼說瞎話 你6%萬都不止 你說上你60% 你60%你還慌什麼呀 你有什麼慌的 你還怕西方人反對嗎 西方人反對你什麼都是依法的 怎麼可能就是你60%負債率的事情 還拿出來說呢 那你既然負債率那麼低 你還要貸款幹什麼呢 你還要員工給你貸款幹什麼呢 把你所有的藏密的錢 非法的獲得的錢 和給盜國賊私人的錢 你把這些錢全藏起來 不說 讓員工替你買斷 歸結於西方對你的侵略 讓中國人為敵 把中國人拖出來 和西方為敵 掩蓋你的盜國事實 更誇張的事情 你瞪眼說瞎話呀 這個說什麼這個海外反對勢力 瞪眼說瞎話 說的是真的是假的嗎 你自己真假 難道 西方這報導 西方是真假 是你一個人所說的嗎 你面對的是證監會 無數例一樣報道 完全不可確認 且未發生的事實 或者說被你們誣陷的事實 沒有第三方證實的 瞪眼說瞎話呀 你這個德意志銀行 你買的股權 你的實際控准人是真是假 全世界誰能給你造了假呀 那冠軍劉成傑是你53%的股東 誰能給你造假呀 你既然是合法企業 為什麼不能把冠軍和劉成傑說出來呢 你為什麼把冠軍劉成傑變成個人股東呢 國家那麼大的戰略 就讓你兩個這個小毛孩子 師生子 你敢說說冠軍的爹是誰嗎 冠軍的媽是誰嗎 劉成傑的爹是誰 劉成傑的媽是誰嗎 你為了國家好 為了海航員工好 這倆人的爹和媽你哪不敢說呢 海航的員工怎麼53%的股東是誰都不知道呢 難道這又是中國習主席共產黨給你委派的嗎 這種謊言王健竟敢撒 跟我原來所想像的王健 你瘋了你啊 你瘋了 還不但如此還把佛祖給拉出來 按照佛教是什麼意思 懂懂佛教智慧吧 佛教要有一點點是真的 是真的 你們早該死一回了 你能不能回答 佛教啥說你買個七八七 全人類上必有錢的有的事 中國什麼樣的戰略員 你需要你買個七八七 裝成王岐山他兩口都還抽煙的 而且你七八七上 只拉王岐山家裡的人 搖慶他們人 拉他的情人 你那五六架飛機 ACJBBJ怎麼只拉搖家的人呢 你不是說你對外出租嗎 租過嗎 這跟福祖有關係嗎 佛祖的智商智慧跟你有關係嗎 是跟禪宗是跟密宗有關係啊 是跟西方偉敵有關係嗎 西方跟你偉敵你就買個七八七 你拿你家錢買吧 你拿老百姓錢買幹什麼呀 田國丁 田國立他兒子 田丁跟你什麼關係啊 你們之前為什麼銀行那麼多錢啊 你為什麼把錢轉給田丁啊 田桂宇跟你什麼關係啊 田桂宇的孩子為什麼錢都 你都轉過去啊 田桂宇的孩子上學錢為什麼你給啊 田桂宇的孩子買房子為什麼你給啊 為什麼田桂宇田國丁 還有進入口銀行 那都是王岐山的秘書 那怎麼著 中國只有王岐山可以給你貸款 中國的國家戰略侵略西方 藍金黃金方 就為啥只讓王岐山藍金黃 不讓別人藍金黃 既然是國家使命 為什麼只你一人幹呢 這不簡直是愚蠢至極嗎 你王健你把中國人當豬狗呢 你以為你像過去一樣騙誰誰都成 騙完以後罵人家傻子 現在你要騙海航的所有員工 全世界都聽你 你做的是對的 所有海航的事情都是偉大的 是為了十四億中國人民的 你才是豬呢你啊 你真把全世界裡面當傻子啦 你不按陳芳不說郭文貴說都是假的嗎 那假的你拿出證據來呀 你的股票不要跌呀 你拿錢還人家錢呢 你跟人家銀行貸款是有貸款合同的 根據郭文貴公司被騙貸的那個標準來看 你哪一個不是騙貸 你哪個不是詐騙 因為你沒還錢 我把錢還回去了還多了 帶了32還了45 你現在連本都沒還 你叫詐騙 你那騙貸都不是 合同詐騙 你想把合同詐騙說成國家戰略 這就是今天所有戰友們知道 什麼叫藍金黃 好好看看這篇文章 海航王健的內部講話 就是對西方藍金黃 任何有良知的戰友們 把王健的講話翻譯成英文 發給美國政府 發給美國國務院 發給美國FBI 發給美國媒體 讓他們看看什麼叫做藍金黃 這就絕對的證明了 陳芳和王健到西方來 帶著所有的任務 來對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侵略 技術掠奪 買美國波音飛機 都是要跟美國波音 戰略上的一個爭高低的一個戰略 四個人都能看清楚道理 這是最經典的藍金黃 為什麼這過去幾個月 我不說你海航啊 我讓你得瑟 我讓你蹦他 就像那個 你們海外的找這些小流氓 吳增、韋石、西諾、李偉東 就是都是還有胡舒立 是要挺王派 還有這個挺你們海航派 讓你們得瑟 我們有沒有犯法 我們有沒有犯罪 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犯法犯罪 希望所有人 都是嚴懲我們 每個各個國家 我們要沒有的話 那你們要有了 你們一定也逃不過去 絕不是你在大會上講幾句話 也不是你喊幾嗓子 那些你的員工都上當說騙子 你把海航的員工也當豬狗了 海航員工難道看不到你們所作所為嗎 海航員工難道不會問嗎 你們拿那麼多錢 既然你是自己60%負債 那你為啥不還銀行的錢呢 既然你有那麼多錢 你幹嘛給員工要非法集資呢 既然你有那麼多錢 你王健你陳鋒你怕什麼呀 既然你是國家戰略為了民族幹 那你在飛機上你專搞那些名模幹什麼呀 你王健你吃的喝的用的一個人都比一個國家 一萬個習主席都不如你 你怎麼交代啊 這麼多就把習主席抬出來 你看王岐山是一個張口閉口負債的習主席 王岐山在家的姚珍珍姚慶 還有洪寧到處吹 這個我們不會退的 習立不了我們 沒有我們沒有他 你們看吧 兩中間安慰我們繼續輔助他 沒有我們他能行嗎 習主席幹什麼呀 金融他能行嗎 黨內誰付他呀 和老同志溝通誰聽他的呀 還不是聽我靠我們的嗎 今天你王健的講話完全的證明了這句話 完全證明了這句話 原來你們就真覺得習主席抬不了你們 你這個海航竟然打著習主席的牌 什麼都是習主席讓你幹的 國家戰略讓你幹的 國家強迫西方 所有今天的原因都是西方造謠造成的 西方媒體造謠不希望中國好 不希望中國快不希望中國慢 怎麼都不行 所以你要搞海航品牌 能給播音講述 能給美國官員講述 能滲透到西方能影響到西方 這是西方的陰謀 西方陰謀怎麼把這王岐山家都陰謀到你家飛機上去了 西方陰謀怎麼的陰謀你買七八七 買這個ACJBBJ啊 西方陰謀怎麼把錢都轉到田國丁 田國立 還有田桂宇 還有這個秦梅 還有這個朱鎔基 江家 增家 怎麼都跑他們家去了 你咋不把錢轉到我們家去啊 又把你們的盜國行為給國際矛盾化 把你們的盜國行為給習近平化 讓他替你們買單 單罪責 把你們的盜國行為形成東西方的民族對立 而是中國人民和西方人民對立化 把你們的盜國行為給中國所謂的國際戰略化 把你們的盜國行為變成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方針基礎化 這早就是你們一毛一九的 我早就說過了 我就等著你們在那塊兒蹦在那裡騙 中國人民如果真的相信你們 那中國人就是活該被你們盜 活該被你們騙 如果中國人能夠喚醒過來 能看清你們的本質 中國人但凡就問你兩個問題就行了 你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樣的利益 你拿走了我們存下的給養老的祖祖孫孫的錢 還有楊改蘭那種自殺省下的錢 還有中國人一輩子放在那裡的養老金 放在銀行的錢都被你們拿走了 你什麼時候拿回來 你回答這第一個問題 拿走的錢你啥拿回來 第二個問題 中國老百姓要問問 你們這種戰略行為 讓中國人民與西方世界所有全世界為敵 讓你去代表是中國哪個法律賦予的 是誰賦予的 你不是說習近平主席嗎 那你讓習近平主席敢贊助說的話嗎 就這兩天就行了 誰受的權 你拿著錢什麼時候回來 現在你在大會上講 全世界都是錯的 就你是偉大的 全中國人民都是蠢豬 就你是聰明的 這個國家沒你們不能活 愚蠢狂妄 這是哪家的佛祖的佛徒啊 你信的是什麼佛啊 你信的是魔 不是佛 如果佛 這一次也見到見到佛 到底天上有沒有佛有沒有菩薩 如果真有佛有菩薩 海航你們天打五雷劈 你騙了中國人幾萬億的錢 你還在這瞪眼說瞎話 你要騙員工的錢 如果是你們不知道天打五雷劈 全部被滅制 我就不相信這世界還有佛還有菩薩 看了你們這篇文章 我早上醒來我看了幾遍呢 中國有多少這些不要臉的盜國賊企業家 到全世界去 大橫子講 四個人都代表國家 四個人都要代表中國14億人民 你們憑什麼代表私人民 鷹鷹狗狗 這個機鳴狗盜 爹娘不要 老婆孩子不要 朋友不要 朋友不忠 對國家骨子裡恨不得 都想自己當皇帝 都想控制 每個人都想搞死幾個人 狂傲無比 各個人裡面容不下任何批評的聲音 自私自給 永遠是把世界的一切都當成自己了 到哪這一副無知的狂妄的土豪的形象 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文明 給人們帶來了什麼樣的好的結果 什麼樣的貢獻 你配當人嗎 最後要共結佛教最後講的 就是貪嗔吃慢 貪嗔吃慢儀 你哪個不是貪嗔吃慢儀 到了最頂端呢 你們連下地獄都不配 還講佛 回首過去一年 陳峰和王健你們講過的話 做過的事 打不打自己臉 到美國來做慈善 我們捐給美國 不捐美國行嗎 哪個企業家 一定要捐給美國180億美元 或300億美元 才可以發展企業了 你拿的錢是捐的嗎 你借了中國人民的錢 你捐給了美國的慈善基金 然後你跟美國說 你又不是慈善基金 你要點臉不要啊 這一年的爆料讓我看到了無恥 無恥至極 就是這幫盜國賊 還有海外的假民運偽類們 你們連做人都不配 瞪子眼說瞎話 沒有一點道理 沒有一點點人性 更不要符合佛學 哲學哲理了 更不要說符合宗教了 上天如果有任何的神 如果有佛祖菩薩 讓他們給我們做個評斷 給我們中國人民做個評斷 你們要是偉大的 你們是對的 你們是對中國人民好的 我郭文貴我首先 我願意做天打五雷皮 如果我要是錯的 我就天打五雷皮 我說我不是你們是的話 你們天打三雷皮都行 你們這個報告寫成這個樣子 說成這樣的話 這個國家被你們綁架呀 動不動習主席 習主席讓你買七八七了 習主席買ACJ了 習主席買五萬流了 習主席要你叫姚慶 收到全世界的普洱查了 讓孫瑶賬號上那麼多錢了 讓姚明山姚明端可以拿美國護照了 讓洪寧讓高燕燕可以代表中國 跟Blackstone高盛在這兒騙中國錢了 讓你海航把錢打得更幾百億幾百億美元 現在又是習主席 抓我們的人是習主席 打我們的人是習主席 莫說我們財產習主席 把這個判了十五年的曲龍給釋放出來 以不自然為條約說是習主席的命令 放曲龍出來 河北高院河北政法委說 這是最高領導習主席的命令 又是習主席 今天海航所有作為又是習主席 尊敬的戰友們 好好看看這篇文章 把這篇文章一定翻譯出英文 好好的發到美國所有的媒體上去 讓他們看看 這些人到底是來幹什麼來了 打造藍金黃的民意 既害美國又害中國 打造藍金黃的民意 既害中國人民又害中國政府 當然還要害習主席 更重要的是要把全世界和中國形成對立 這叫共產主義 製造矛盾 利用矛盾 從矛盾成長 製造仇恨 利用仇恨 然後掩蓋他的真實目的 這就叫烏托邦 騙子主義 憎恨主義 矛盾主義 這是真正的魔鬼啊 如果王健這篇文章 不將成為世界上了解中國的經典 那這個世界也出現問題了 上天又給了我們一個好的禮物 好的禮物 謝謝 謝謝 尊敬的戰友們 我們要珍惜啊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啊 趙岩先生大家好 吳教授好 曾鴻先生好 哎呀 還有我們這個美東的兄弟姐妹們好啊 謝謝你們 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從昨天呢 到現在就是全世界的 特別是國內的吧 就王健之死吧 很多人就是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因為真正的關注文貴爆料的 有些敏感的事情 他們不會忘記的 因為在2017年4月19號 這個龔小夏女士採訪我之前 還有何東方先生 他們呢 都相繼的問了關於海航 我怎麼看的 因為當時他完全不知道 我說這倆人一定是橫死啊 不得好死 非正常死亡 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呢 絕不能把你關到監獄去 因為關到監獄去 你有可能洩露 再一個 哎呀 也容易被這個對手控制 再一個 這麼多海外的這個常委的 孩子照顧呢 都是這個王健親自安排的 海外的賬號都是他親自安排的 他都是賬號使用的 建政人和擔保人 監獄以上的信息 他倆都不能得好死 這兩個口要作證一個常委 這也是個麻煩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在西方國際社會 逐漸關注海航 而且就在美國 已經開始準備把海航 列為下一個 重大的一個 這個 所謂代表共產黨在海外 有非法間諜活動的 也就是非法代理人 這麼列入名單的之前 就這幾天 讓王健 就這麼橫死了 才那麼低的地方 哪有什麼十幾米啊 那個教堂 我去過恩賜 那個地方非常有意思 你們上網一查 還不可能的 這個在美國公佈之前 讓他死 就是讓在西方的常委的 孩子的資產和非法的活動 和巨額的財富 無從查證 也不能沒收 這是西方法律 就是沒有當事人 或者這樣的情況下 缺證據情況 你很難沒收他們 實際上 王健之死 對共產黨的盜國賊 保護了可能是萬億資產 保護了是幾百個上千個高官 那麼和陳鋒之間的較量 他倆已經是打破了一切了 那麼陳鋒也希望他死 那麼王岐山呢 還有劉承杰的爹 更希望他死 在國內和大環境上 這麼不利的情況下 當然需要他死 這個事情讓國內的企業家 和黨內的所有和盜國賊 和這些流氓土匪團們 抱在一起的人 他們感到了淳亡齒寒了 害怕了 這就是我們爆料革命的勝利 要經過時間 驗證 事實 把所有我們擔心的安全和恐懼 讓盜國賊也能感受到 然後和我們站在一起 滅掉那一小撮人 我們愛中國人 愛中國 反對極少數盜國賊 綁架 綁架我們的同胞 綁架這個國家 這是我們永遠不變的目標 兄弟姐妹們 接下來的好處是更多 接下來你會看到西方政府 一個一個的把中國的幾個企業 我現在才跟你們說 不會第一三十二個企業 中國不會第一三十二個企業 會讓他們滅頂之災 而且是超出你想像的 那麼這下海航啊 ZTE啊 都是一個剛剛開始 謝謝所有的人 對我的支持 我們用事實說了算 陳峰還有王健 關鍵是這些天 美國馬上就要宣布海航列為調查對象了 還有一個關鍵是 他們在海外的這些活動 很多國家都要調查 再加上這些常委們 現任常委們 和上任常委們 這種複雜的關係 王岐山和孟建柱啊 讓他們幹了那麼多事 在關鍵的時刻 把兩個口變成一個口了 而且呢 現在這個時候 因為人畢竟死了嘛 中國文化 王健死者為大 我們不對個人搞攻擊 但是呢 這個事兒呢 咱不能在這塊不說 我在考慮怎麼說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這個都慢慢等待 太多人關心了 我這塊信息都滿了 每個人都讓我出來說說 然後特別是國際各大媒體 反而這時候 我不想說 因為我不想讓 感覺到人死了 我們興高 這個這個這個 興高采烈的 歡迎自己通報死 這個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這不符合中國道德觀 所以說呢 我呢 暫時呢先不說 看看再講吧 好不好 大家在關心 和大家的這個 想知道事情真相 想聽我觀點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啊 我不能這個 不能做太過分的事情啊 這個時候人家家人在悲恐之中啊 我們不能這個 做讓中國人感覺到這個太low的事情 咱們 畢竟跟盜國賊不一樣 這個最關鍵的是 王健的死是在關鍵的時候 那時候 就是美國 就是美國馬上要全面 全面開 歐洲吧 多國開始全面的 正式的調查海航 這個海航的海外資產 剛剛的 進行了一次新的轉移之後 而且國內 國內某常委 向黨內提出 要將海外所有的和海航有關的資產 進行調查之際啊 這個 又加上 咱們這個 國內的這個 現在 匯率 外匯 大變 股市大變 海航即將 崩盤之際 這個時候找了 這麼一個替罪羊啊 找了這麼一個人 瘋掉了一個關鍵的口啊 這個 死無對證 而且能 既能擋住西方的調查啊 還能將過去的事情瞞天過海 更重要的事情 把黨內的懷疑調查 馬上停止 然後中國人的骨子裡邊 死者為大啊 都會尊重王健先生 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會使現在一個巨大的危機啊 變為變為他們的機會 這是烏托邦共產黨 歷史以來 在任何事情面對問題的時候 都說要辯證的看 啊 變威威姬啊 變 啥叫變威威姬啊 就是 把他的威姬啊 利用這種不擇手段的手段啊 就是超越了法律和人性道德的手段 然後呢 來一個絕招 就是今天殺人滅口 然後把威變為姬啊 這是一直以來 六四文化大革命 他都把威變為姬了 每次變威威姬的時候 把威轉嫁給 第三方或者老百姓 或善良的一方 然後 變成了他們的機會 因為他敢殺人 敢無底線 敢無法律 這又是一次的 把他們的威變成了他們的機 威給了王健先生 給了王健先生的家人 我相信啊 未來的中國 的海航集團 多個集團 被這個 下部要這個整治 西方國際社會調查集團 很多老闆都會不正常死亡 看看過去的王全璋 看看中國的張洪堡 凡是 只要是跟共產黨 盜國賊作對的 都不正常死 都不能正常死 然後最後 最後都認為自然死 接下來大外宣 就給全面的宣傳啊 這是正常的 那個教堂 我去過很多次 那個教堂 絕不可能在牆上摔死人 我可以當場試一百次 如果有人願意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去表演表演啊 把我雙手 如果我綁上我從往上來跳 看能摔死我 旁邊是虛擬草的最好的地方 草地 旁邊的這個整個感覺環境 別說摔死人了 我就摔傷人都很難 我真佩服了 這回這個國 盜國賊們聯合起來 我認為是王岐山和孟建柱 聯合起來用了中國最高級的一種藥 那就是說 吃這種藥可以控制你的情緒啊 然後讓你在指定的地方 在指定的地方 巴叉 這叫摔死啊 也可以說是定點 讓你死 太厲害了 這方面玩假的玩狠的 他們是高人 必須小心啊 這就是盜國賊的陰險 和我們必須防範的 好人應該要知道的真相